我找一位 我是一个杰克的艺术家 唱剧主在中国 也在中国创作 我创作的方式都是水墨 水墨画 从学快别的时候 我想考杰克的美术学院 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杰克的 著名的韩学家 卡拉尔先生 他研究过中国文学 特别是研究中国中世纪教说 就是《红楼梦》 《荣临歪史》 他跟我说我要去中文 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那个时候国画戏里边 先读那个工笔 我对中国那个绘画材料 纸 卷 还有墨 就有些狂无原料 很有兴趣 而且他们可以很自由的 很自然地画出来这些东西 最重要就是对模式的敏感 对笔法的敏感 所以我一直不断地画 《梅兰芝剧》 传统的花鸟 所以我跟中国的历史 跟中国的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一千年之内 它吸授 interes 很多中国文明的重要的东西 特别丰富 在欧洲还是缺乏一点这种气氛 而且中国目前市区 大家特别快 市区环境变化特别大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环境 对我来给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还是这样在中国穿梭 这里我还是一个西方人 我当然从小热爱中国绘画等等 所以我希望把它们也在我的绘画上 跟中国的有些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 因为有些中国花鸟的 中国空虫之物花鸟的有些影响 也有西方的有些传统的 比如说巴洛克斯的绘画思想的影响 就是一种对话可以说 就是不同的两种文明的对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